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9月21日 今天是星期六 繼續來到星期六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香港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8月19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最新香港的政治 還有經濟形勢 話說這個港澳辦主任 是北京的特使 夏寶龍 下來了香港 是見這個 是行政長官李家超的 我們要跟大家揭露 就是今時 不同往日 以往香港 經常跟你說 要招呼 領導人 還有特使 每樣東西 說北京會照顧香港 但是現在 香港 你也挺肯定 北京根本是束手無策的 不單止對於香港 是對著整個國家 挽救經濟 根本 是一點方法都沒有的 所以 跟以往是不相同的 以往 香港 香港 的一群廢官 擦鞋子 總是想北京想辦法幫助香港 從董建華年代開始 由於香港經濟太差 當年 SARS 當年 大陸搞了自由行在香港 向香港輸血 現在中國大陸自己也不行 我們要跟大家揭露的就是 中央已經無法 給予香港 是任何承諾的 因為 任何的計劃 也是從中國大陸的民間 調配下來香港 而且 今天 香港對中國大陸來說已經不再是一個重要的城市 所以我們要揭露的 夏寶龍 是下來香港 基本上 可以用一個斜字來形容 說一些 繼續 跟無處不旅遊差不多 虛無飄渺 我們看看最新的報導 我們再跟大家詳細分析 夏寶龍說見李家超 只是又說一些 相當之行貨的說話 說相信特區政府一定能夠 團結 帶領社會 主動是式變 應變 求變 那是甚麼 變甚麼呢 變魔術 怎麼應變呢 還有積極穩妥 推進各領域的改革 香港有改革嗎 抓住具體 即是說香港現在抓不住 是具體 有改革的改革 這次夏寶龍 已經和以往 千呼萬活 有大量的商家地產商 期望 北京 推出政策 優惠香港 但是由上一次 夏寶龍下來香港 我們當時就已經分析 根本 北京並沒有任何具體的內容 是跟香港說的 夏寶龍主要是見香港的商家 要所謂的穩定軍心 讓他們不要 考慮撤資 這次夏寶龍又說希望 香港各界 特別是工商界 企業家 繼續堅定支持特首 再支持特首就是李家超 支持李家超 搞死香港 是不是 李家超任來 搞的經濟基本上跟沒有搞過沒有分別 香港 是一級一級向下沉 樓市又崩潰 還有 一定要再說 這個叫香港失業率 是絕對不可靠數字 因為香港 失業率 基本上就是靠勞工署登記 而勞工署如果你不能夠成功登記 他就不當你 是失業人數的 所以香港現在的失業數字根本 是一個虛假 不反映現實的數字 你想想 這麼多店鋪倒閉 那些人 工作去了哪裡 你確定只有4% 根本 是14%也嚴少的 中國大陸更加不用說 中國大陸 可能去到20多30% 如果說年輕人的群組 更加可能去到 是40% 甚至乎更加高 這件事直接解釋 為甚麼香港的經濟那麼差 而現在 香港的經濟數據 你看不到 變成跟大陸一樣 以前香港 就說所謂叫阿爺 以前最喜歡叫 北京 中國大陸 中共政權 做阿爺 經常說有阿爺射著 不用怕 香港的藍絲 說了十年八年 同一番說話 每次說以為有北京幫你搞定 所謂北京幫你搞定 不愛乎來來去去就只有一至兩招 就是調動 內地的民間 資源 來幫幫香港 例如 開放這個自由行來香港 但是我想補充的 由於 中國大陸一早就已經 調動了大量的自由行可以到香港 但是根本內地遊客 就沒有錢 因為中國內地的經濟已經崩潰了 所以 就算你將全中國大陸所有省份 自由行全部開放可以到香港 都幫不了香港 今天的情況 今天 香港的情況就是 完全 是無法再維持 香港的地產 的經濟 你又沒有公開 我又沒有公開 怎樣 可以繼續供樓呢 供不到樓 自然就沒有人買樓的 既然沒有人買樓 又囤積了大量的供應 自然變成了人差人 所以說穿了 夏寶龍之所以在香港說一些虛無飄渺的說話 叫你 要識變應變求變 要抓住具體 即是說你現在不夠具體 是不是 你叫 各界 支持 李家超 就是沒有可能的事 因為 支持了李家超 你看一下樓價 到最後 香港班藍絲 還有地產商天天在喚臣 希望美國聯儲局減息 到最後他們拜的都是楊菩薩 好了終於 聯儲局減息 現在整大班 地產商 聽眾很聰明 聽到我們節目多 他們也看到 那些地產商 虛偽的謊話 是不是 如果 減息真是禁利好樓市的 我是地產商有錢賺 我封盤不賣 對不對 但是地產商 要趁著減息要大量出貨的 而且要賣個好價錢 如果接下來就是減息周期 那麼有利的樓市 我團積了那麼多土地 那豈不是發大膽 地產商為甚麼 要急於放貨呢 當然 未來的經濟一點也看不好了 這個道理 聽起來 聽眾會覺得簡單 因為已經聽我們說的 可能一段時間 但是外面的世界不是的 外面的世界仍然充滿著 很多無知 又愚蠢的人覺得 現在機會來了 看了財經分析 現在有利好消息 接下來要減息了 是不是 減息周期要開始了 是時候 要入貨了 不是 買不到了 香港政府 還有 是香港的大媽傻的種種行動 你就知道其實他們根本對後市 是一點也不看好 他們抬價的原因就是希望 製造了好消息 能夠把現在手上的貨 賣個好價錢 跟你 手上有股票你想訂出去 是一樣的 你絕對不是 除非你沒有買過股票 你絕對不是 是整首貨市價盤賣的 你 是逐手逐手 是按照一個給現價 是可能稍為高一點點 的價錢 是慢慢訂出去的 所以同樣道理 這個叫做減息 也是地產商認為近期 沒有辦法了 是唯一最好的消息來的 趁現在 賣個好價錢 虧少一點 或者應該說賺少一點 因為 其他 渣落 地皮和貨尾 多到 數都數不完 有排斥了 你看到 現在夏寶龍下來 好像 是甚麼 和尚跟你說佛計一樣的 叫你抓住 具體 還實效 要識變應變求變 即是告訴你 我幫你翻譯做廣東話 即是告訴你 北京沒有任何辦法幫你香港 拜託你香港 自己 死定他 就是北京的最新指示 所以 再期待 北京有人下來宣指救香港 這件事已經 是不再有可能的 大陸如果有錢 先救了大陸 是不是 肯定現在沒有空管香港的 香港已經不再是國際金融中心了 我們這節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 六部曲啦 還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 我們這節時間暫時說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謝謝大家 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